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回来Ms.Mo教英文 逢星期四 几分钟和大家讲一下 英文和生活随时的关系 真的不要所有文学巨著 英文都看完了 去到英国美国生活 人家和你口语日常聊天 不知什么事 这些日常的说话你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要知道呢 你想像一下如果有个西人 在学广东话 我们说唐英年潜水 潜水? 他就会问Henry Tang is he very fond of the diving sport? 很喜欢潜水吗? 他都不知道你潜水是什么意思 这些就是我们日常惯用的口语 我们知道了 时时是用来沟通的 你去到外国 尤其是英国 时时会听到有人说的 你初初会觉得有点突压 但惯了你就知道了 是没有解的了 Brilliant 什么东西都说 Brilliant 总之你说一句说话 他就回答Brilliant 就是我们中文广东话 好啊 是呀 好 正 其实是认着你的 就不是真的回答 哇 很光辉灿烂 很Brilliant 很Shiny 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没有解的 就是说 shall we do this before 什么什么 你有什么意见 他说 好 好 Brilliant Brilliant 这样回答你 Seriously 就不是真的严肃地 不是解正规的严肃地 而是 Really 真是 Seriously I like this very much 我是很认真地喜欢这件事 这个Seriously 不是严重的意思 是有些认真的意思 He seriously is a good guy He is seriously a good guy 你总之加了seriously 我强调很多时候 只是解等于very 没有什么特别的 或者是really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所以千万不要太过认真 或者严肃对待 Seriously 这个字 不需要严肃对待 你说 这间学校 很多人偷东西 我回答你 Seriously 就问你 不是很严肃地 或者很严重地偷东西 不是 The loads of thefts in the school Seriously 真的 Really 是这样的意思 而这些很美国的 尤其是 shrink 这个字 你塗字典 就等于something shrinks 是缩了 譬如衣服洗完之后缩了 The shirt shrank 但是 or It's shrunk Shrink 我记得以前也提过 是美国的里语 但是谁人都说 You need to see a shrink 你要看心理医生 你要找个心理治疗师 你有个心理学家 Shrink 会不会有些不礼貌呢 以前也可能有些 但是我现在怀疑 即使是专业的心理学家 都不是太过介意 有些像我们以前 说人家是鬼佬 好像有些恶意 但是现在是不觉的 是理喻 代表心理医生 人家问你去旅行去露营 Have you got PJs? PJ是什么呢? Pajamas 他脱口 Pajamas 太过一嘴 quite a mouthful 他们就PJs 事事讲的 一定要记住 还有我们这些潮语 上一代有它的语言 我很记得二十多年前去英国 英国的老一辈的亲戚 问我 Do the boys have Macintoshes? Macintosh不是电脑吗? 但他们当时两岁 为什么会有Macintosh 原来Macintosh是余生 英国老一辈的人讲乙生 如果你刚刚去了英国读书 今年九月 忽然听那些婆婆公公英国 那些在说Macintosh 你知道什么事 乙生是一个牌子的代表 等于也是老一辈问你 Let's hoover the floor Hover? 胡佛不是美国总统 或者是美国CIA的头 但Hover 一样是一个招牌 就是以前第一代的 家企地毯吸层机 就用来做个动词 那麽麻烦的 但我们今时今日都仍然有用的 Have you Xeroxed it? This document Could you Xerox 3 copies for me? Xerox就是影印机牌子 南克斯洛 施洛 另外这些字 Digel FedEx 是速递公司 已经进入了日常的说话 好急啊 This document Could you Digel it to me? 那我就回答 I have already FedExed to you 做了些物证 FedEx加ED 这些字 因为人人都知道是什么事 就是入了正规的语文 记住 Brilliant 很好 Seriously 是真的 Really 或者是very I seriously like her Shrink 是心理学家 治疗师 医生等等都是的 心理 PJs Pajamas Xeroxed I Xeroxed a copy I have DHLed it to you Or would you prefer I FedExed it to you Bye Bye